日圓再見0.28 半年最貴 兩個月升值6.5% 哈日祖打算趁著日本雪季 還沒結束去賞雪 或是月底 開始從南到北追櫻花去 如果到現在還沒換日圓 恐怕心都要淌血了 因為日圓現在超貴的 台英週一現金牌告價 正式升破0.28關卡 創下半年新高 本日日圓台幣 只能換到3.57日圓 不到兩個月 日圓已經升值超過6.5% 要哭啦 因為吃大餐的預算只能變少 拿5萬台幣換旅費 現在只能拿到178500日圓 比起1月初的19萬日圓 光是會差 就少掉11500日圓 等於一張JR東京 廣域周遊券飛了 連暖呼呼的拉麵 都得少吃一碗 哈日祖怎麼能不心痛